最近伦敦举行一年两度的伦敦时装周 今天谈的还不是大家经常能看到的 在这个地台上的这个时装走秀 而是和整个时尚产业 仅仅相连的一些当地的奢侈品牌的话题 甚至有些街道呢 都已经变成了一些奢侈品牌冠名的街道 来调侃一下这个奢侈品牌 对于英国人尤其是伦敦人的这个影响究竟有多大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期的节目 伦敦的时装周呢 是和米兰巴黎还有纽约 并称为全球四大时装周 每年会取行两次 一次是在二月份 一次是在九月份 那这次的同样也是大排云集 走的是一个创新 而且是吸引更多的年轻设计师 直接加入的这个路线 伦敦时装周呢 对于伦敦人甚至英国来说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在1984年的时候 当时的伦敦的时装协会 就邀请了英国发展局 共同打造了这么一个项目 来和欧洲其他国家呢 一起在时装产业竞争 当然了也是为了自己和壮大 当地的这个经济产业 吸引了很多的设计师 来参与到公开的 而是全球化的活动 这么多年过去之后 永敦时装周的确是越做越火 这个产业呢 在它的鼎盛时期呢 它的对于英国的 国民生产总值 对于英国的GDP来说呢 它的比例呢 是不亚于我们熟悉的 金融产业的 它的年产值可以超过 三四百亿英镑 那这个产值 其他的很多行业呢 都是很难比先 那今天呢 我们呢 就是邀请到呢 常年以来呢 在英国的时尚产业里 积极地推广自己的家族品牌 当地的做 摇表器的企业的代表 Reco 它的创始人呢 Morris 决定要自己创新 他就看准了 当时非常红火的 这个钟表产业 而且是另辟齐进 找到了摇表器这个领域 那摇表器 在过去一百多年里呢 其实在英国的社会 甚至整个西欧社会呢 还是非常的受到人的推崇的 尤其是中产阶级 甚至是权贵阶级啊 那我们请Oliver 来跟我们聊一下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 摇表器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看到 很多英国人还在买摇表器 我设计创新的视线 是用于买摇表器 为买摇表器 我认为 我认为 英国人有很好的 拥有 专业 为 荷兰 和 品牌 品牌 这是 Wrappord 非常好 与 What better way to look after your timepiece than to use one of our products you know that's going to really treasure it for decades to come 很多企业的产品 我觉得这个产品大家就一目了然 这是一个它的典型的摇表器的产品 摇表器摇表器摇的时候 它会不会产生一些 机械性的转动的声音 我请摄影师跟我走近听一听 在这里一点声音都听不到 这一点是怎么做到的呢 其实这就是这个产品的创新的体现 我们已经发展了这个动作过过25年 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组织的人 发生这些材料到很高的颜值 我们有很好的技术背后的产品 这就是为什么你不能听到任何东西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 我们的公司是一个很大的社区 我们有很厉害与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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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个厉害与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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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社 我手上的约翰逊 Boris Johnson 他也出席了 伦敦时装周的活动 很多政府的官员 尤其是负责贸易 经济前约 也是不定期的 会参加这样的活动 所以对于伦敦时装周来说 有很多延展型的话题 未必是你在题台上 能够看到的 我们也希望 有机会可以 更多的关于伦敦的 英国的时尚的话题 跟大家一起分享 非常感谢 大家关注这期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 继续聊其他的话题 字幕志愿者